大家好,今天是9月2日,星期一 上週五成交量大增,最主要是MFCI換倉等等 在大動之下,上週五是9月的期指,已經上升了 上升之後,會否又回到原本的基本位置呢? 我自己的看法是未必會的,因為我再說一說 今天看到成交大升,北水不是那麼多進來 其他資金流向就大了 北水的流向,其實也不少了 資金流就多了 其實在29日已經去到1000億 我們要看的就是這樣看 900億,700億,900億,900億,800億,900億,900億,900億 我覺得這個趨勢是會逐步向好的 錢是開始進入市 這個就看得到了 近日,被受追捧的有平安,龍湖山泉,美團,安達啟育和小米 被沽出的有盈戶基金,因為這個有MFCI的調節影響方面的均勢 銀行股一般是差了一點的,因為據公佈就是 國家隊暫時未再有增持銀行股 今天由於整體是有回調,所以上升板塊只有三隻 那三隻板塊就是 運輸,個人的國家用品,其他 這些很細小的東西,對大市的指數絕對沒什麼影響 電子宣限產品和工商業服務 有一點點幫助,不過他們都是在跌的方面 在運輸方面 在運輸方面,有滴答出行,白一聲就升了30% 我們看到會是這個,再其他的都是一些 有些物流股等等的東西 跟著家庭及個人用品方面 看到的都是很細小的東西 除了名創優品比較大一點之外 價值,面值價值和一些都之外 很多基金股都是一樣如是 凡你的股市不是好動,不是好性的話 他們就在這裏就是 尿化作先鋒 電子和產品方面 其實都是由於有救援生的影響 是有一點點的幫助 跟著工商的專業服務方面 你看到就是 這些都是屬於教育 有一點點的 招聘等等 好了,我們看看這件事 一看到就已經知道了 心都在說了 大事方面 又在這裏 頂通之後 下回到這裏 當然,也是這樣說 保住保利加通道中族 就可以繼續上去 大家有看到 這個成交其實這幾天都多了 這幾天都多了 對於這裏成交多了 其實就應該要比較 可以考慮好一點點 暫時來說 短期支持的阻力 就在181左右 支持就是172左右 有機會可能試回到173左右 大約是保利加通道中族 好了 今天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一下 第一隻是演抗能源 這個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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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